從9點一開始 宥正開場就講陳柏惟哭 剛剛宥正還稱讚這個 同仁們撿得好 剛剛看了影片 現在看了這個電視牆照片 有誰看到眼淚了 從頭一直講他哭啊 我跟你說他眼淚跟汗 淚水跟汗水已經傻傻分不清了 不是 因為宥正我一直被騙了 就假哭嘛 就是很多網路的小編 今天都下標題是陳柏惟哭了 然後什麼流淚什麼 就點進去看啊 我每個都會點啊 只要搜尋陳柏惟流淚哭了就點 郵政我們不是講什麼 痛哭流涕嗎 你有看他流涕嗎 這是真哭還假哭 剛剛宥正講得很好 你覺得他是真哭還假哭 他的眼淚在哪裡 我是沒找到啦 你也有看到你可以嫁給我 我實在不知道他四次的掉淚 這個場合宥正描述的 對 但是如同我這個 我也特別去檢查 這樣啦 很辛苦 臉色都變了 然後這是剛剛宥正講說 旁邊有人在幫他助講 他還是低頭這樣子 所以我都不曉得他眼淚在哪裡啊 襯襪不然就是有一個動作 就是把那個T恤 衣服拉起來 拉起來這樣子 這張網友 其實我穿這個沒辦法 這張網友也一樣 我不曉得他的這個眼淚在哪 那觀眾朋友 剛剛賓哥講那個基本盤是很重要 很關鍵 這2020的立委選舉呢 雖然大家剛剛罵了蔡其昌 可是蔡其昌那區 國民黨是沒有人敢選 沒有人要選 結果是我們朋友 林佳新說我去選 空將去選 結果逼逼逼 就是佳新很辛苦 顏寬那區 是民進黨沒有人敢選 所以才會陳柏惟空將去選 所以你就知道那個基本盤 在台中的那個選區 蔡其昌那區 國民黨沒有人敢選 延寬河南區 民進黨沒有人敢選 你看那個藍綠基本盤的 選須有多大 大到當地的在黨是不選的 那不來不來 你摸徵招我 不要害我 沒人要 就看那基本盤選須有多大 所以觀眾朋友 我們現在看這個 剛剛佑正跟賓哥提到這個 罷免的這個狀況 當然一個廢話就是在 十月二十三開票結果 就是一翻兩瞬眼 我請大家想一想 讓賓哥要去掃街 賓哥我可不可以問一下 因為我們沒有套招 那個王浩宇跟黃傑 你有去掃街嗎 沒有 當然沒去 我跟你講 這真的討人厭的程度 霍仁哥 王浩宇跟黃傑 真討厭 我也沒看到那麼多人去 除了黃傑的那個許智傑之外 我那時候連談都懶得談 你沒發現 這次大家都這麼出來 我覺得很奇怪 大家都很懂得 那現在問題就說 他就是過或不過 我先跟大家講 如果讓陳柏惟挺過了這一關 如果罷免沒成功 你看看陳柏惟會講什麼 你去設想他會講什麼 如果這次罷免給櫃棺 給桂關 罷免沒有成功 陳柏惟會講什麼 我給你保證 他會越來越大尾 他會越來越唱歌 到時候就點名 謝寒斌 來掃街 結果我也是 關中天 又要關是不是 王鑽惟在你告訴我 王鑽惟怎麼 我也是沒有人把我罷免 我罷免沒過了 他絕對紅色 你相信我一次 你看陳柏惟也說 你這次沒辦法叫下來 不理口 又認為講 如果陳柏惟被罷免 成功他被拉下來 因為有國民黨的民意代表說 那個什麼高雄市政府會安排位置 今天陳其邁很不高興 陳其邁說低級惡劣 陳柏惟說這樣不行了 你們不要這樣子抹黑什麼的 但是我今天講一句實在話 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今天陳柏惟被罷免下來 我跟你講民進黨從中央到地方 有很多資源有很多位置 都可以幫他安排 當然 這個是絕對沒有 你看嘛 索林鄉輸了不是去做議長 陳其邁去做副議長 林家東去做交通部長 所以你放心 如果陳柏惟被罷免的話 當然陳其邁是很不高興 這個是謠言什麼的 但是民進黨會照顧自己的 那剛剛又再提到這個 GG黨的這個朋友的抱怨 我必須講一句實在話 就以我的觀察 真正在幫民進黨做dirty job 做側翼的 我的觀察啦 是綠黨 這個問浩宇兄就知道了 我認為 那他還被罷掉 是啊 就是我本將心照明月 怎麼這麼衰 而且他在綠黨做了這麼多事情之後 他還去加入民進黨 結果蔡總統也沒去救他 如同剛剛兵哥講的 我認為即便明天中常會蔡總統 公開講說要救陳柏惟 我認為都來不及了 但是這個表態或表態 我覺得是有差 觀眾朋友是這樣子 這個是我們選罷法的規定 就你同意票要大於不同意票 而且同意票這個四分之一以上 就除了我們講的25% 這是且喔 所以你要同意大於不同意 而且要超過25% 這樣罷免案才會成立 那我們之前有兩個指標看 第一個是黃捷罷免案 黃捷罷免案呢 他的結果非常的不理想 同意罷免的比不同意罷免的還少 所以是許智傑他們贏了 6萬多對5萬多 他贏了1萬多票 而且即便這5萬多票 同意罷免黃捷的 也不到7萬2的門檻 也不到的數% 所以黃捷罷免案是 民進黨全力動員嗎 那陳柏惟會不會像黃捷這樣子 大家我打個問號 那另外一個指標就是這個 我們再看一下就是說 你要這兩個同時成立 你要看王浩宇的罷免案 他就很簡單 這個84582 84582比這個門檻 8萬1還要高 他超過25% 而且反對罷免的比較少 不同意的比較少 所以民進黨是沒有在旁邊 他袖手旁觀 陳柏惟會不會像王浩宇一樣 所以這個佑正 我也不要做結果的研判 我認為說同意罷免 會不會大於反對罷免 我認為會 那會不會大很多 這個是我贊成兵戈的研判 我認為同意罷免的會 比不同意的多 現在的懸念在這裡 你同意罷免的會不會到四分之以上 OK 這個門檻是比較高的 因為你顯然看到這個 我剛剛講基本盤的懸殊嘛 你要不同意罷免 要搞過是比較難 我相信台中第二選區的朋友 想要罷免陳柏惟的比較多 但是問題就在於多 有沒有多到25% 有沒有到7萬3的那個門檻 如果能夠過7萬3這個門檻 陳柏惟就被拉下來了 所以這個 因為佑正剛剛也講 所以我也不要再做預測或是反指 真的我跟你講 霍恩哥不要誤會 不要誤會 因為我跟你講 也有人叫我去掃街啦 但是我說我也去 可能幫到滿 不如我賣錢 我也不知道去 不知道要說什麼 就是說這個當然是 因為現在關鍵是 台中第二選區的朋友 你們才有投票權啦 那個力量有沒有大於說 讓你願意走出來去投票 那個差別在這裡 那這個你的投票 那當然也要看 主要是顏寬恒他們那邊的這個 動員的情況 這個努力的情況 我認為這個動員 是最後的這個 這個吹票的關鍵 如果陳柏惟的這個罷免案 能夠過關的話 他三個月之內要補選 選罷我給你 三個月之內就要補選 台中你們還再去投一次 那當然就說這種選務 各種的這些東西 當然是非常的繁雜 而且這個人力污力的 但是你的那個積極的程度 要把陳柏惟的 因為尤正你看我們上個禮拜 才在談這個 肇事逃逸跟賭博電玩 那是之前我們沒有談 我也不知道啊 沒有人爆料 我哪知道他肇事逃逸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知道早就講啦 就是不知道嘛 也不曉得他在賭博電玩 你在那八台我也不知道啊 那這些東西夠不夠成 讓台中第二選區的朋友 願意出來投票 你一定要把那個票數 我講那個王浩宇 王浩宇幾% 28% 也才多3%而已 門檻是25% 28% 3%也是過 10%也是過 你這敲過25%就過了 現在就是看台中第二選區的朋友 你們願意不願意出來投 那我引用宋楚瑜省長那時候的一句話 當我的結論啦 宋省長那時候2000年要選總統的時 其實他只輸陳水扁30萬票 他差一點贏啦 要不是新票案他早就贏了 那時候很多去支持宋省長的人 那是去讓宋楚瑜一句話去投票出來 那時候宋楚瑜說 一張票一世情啦 一張票一世情 我們一定全省 一定省長嘛 全省這樣子跑 他很多人情的 你這次出來選總統 你那時候還沒有親民黨 親民黨是2000年選完之後才成立的 那時候還沒有親民黨 算我這票我害你啦 我欠你嘛 我們有這個高情 我沒辦法幫你報答 我害你嘛 我要告訴台中第二選區支持過彪哥 或支持過嚴寬恆的朋友 就是這次啦 因為這次這個門檻是比較吃的 這25%這個門檻是比較吃力的 你也說補選的時候 那個就沒有投票率的問題 如果補選的話 就沒有什麼幾%的問題 現在是一張票一世情的時候 他現在就是欠你這張票 就像我剛才剛才說的 嚴寬恆 要這種說如果陳柏惟罷免沒過關 他陳柏惟也大尾嘛對不對 他一定會會嚇剛起來 可是我剛剛沒有講到另外一點 那嚴寬恆呢 嚴寬恆以後就很難再選了 這次就變陳柏惟 去招牌了 會變成這樣的狀況 所以你要一張票一世情 你的投票率一定要唱 不唱起來 選情就很樂觀了 所以一定要出來投票 ifying 給你 analyzing 謝謝你 高興 點這張收藏 謝謝你 謝謝你 請你 Regel 什麼 這張 請你 什麼 請你